在這一局中 過關的是 你們兩個 除了恭喜之外 我們當然要講一些原因 剛剛我跟Miracle老師 我們有取得一些共識 比如說像小楠 雖然我們一直強調 你的個性很硬 但是你的魔術也確實也很硬 硬底子 那麼當然 我們的節目是一個偶像 作為訴求 我們要選出一個會變魔術的偶像 前面兩個字對你來講 可能不是目前你最拿手 但後面兩個字 紫菲是很加分的 所以我們這個舞台上 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好再練 成為名副其實的偶像 而且會模仿 加油 好 接下來當然就是二位 司徒建祥跟林芸汁 劍翔今天的表演技巧真的是很純熟 很純熟 當然難免有一點小失誤了 對 怎麼回事呢 其實這樣說吧 魔術師他的表演上面的失誤 是他自己控制不了的 但是可以控制得了 就是失誤以後去怎樣完成我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對於我的失誤來說 我也不能夠解釋為什麼會失誤 林芸汁你滿臉寫著一個字就是累啊 好累啊你 你剛剛跟紫菲說 也許走了是一種解脫 我在你臉上就讀到了這個答案 你希望接下來給你這樣的一種解脫嗎 魔術是我最熱愛的事業 再累再苦 我也會堅持 真的嗎 真的 沒有很多的商演 很多的外面的表演走穴 你兼顧得了嗎 我覺得哪裡可以學到東西 我就會留在哪裡 而不是短期的利益 好接下來我們說劍翔 劍翔的技術夠硬 這點完全值得全場再次給他掌聲 謝謝 沒錯 尤其是禁忌魔術是很殘酷的 對 對我來說現在很難 我現在覺得很難 我覺得很難 他的技術是好的 他的技術是好的 他的技術是很強的 但是我認為 他有一個好想 有不同的點子 他用了一種的經典的拔劇 從Tommy Wonder 經典的拔劇 And also for me he use music and is a mistake so it's some different for me some is good some is bad some is bad 各有好壞 兩位只能留一位 這兩位只有一位可以晉級 繼續的在魔法偶像的舞台上 變魔術給大家看 晉級的是 最緊張的時刻到了 林雲之對魔術精巧的編排 獲得魔術大師Milko的好評 而師徒劍翔的基本功 更是讓豆豆讚賞有加 他們的表演各有千秋 到底誰能晉級 答案即將揭曉 晉級的是 林雲之 其實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個節目 我覺得是一個 展現自我的一個機會 我也很高興認識了 這麼多新的朋友 很高興能在這個舞台上面 老實說 老實說 各位應該都看得出來 這是高度練習的結果 純粹的魔術手法 對 這個是很難得的 來自廣州 學建築專業的魔術師師 司徒劍翔 遺憾地離開了魔法偶像的舞台 雖然比賽是激烈的 但選手之間的情意是真摯的 相信在魔術之路上 他們都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魔法偶像比賽日趨激烈 下週將重燃戰火 選手們將分為三組 進行電影主題魔術的考驗 魔術與經典電影 可以怎樣完美的結合 選手之間又會碰撞出 怎樣的火花呢 讓我們一同關注 藝術人文頻道 12月15日晚8點半 魔法偶像 讓我們一起 見證奇蹟 那本節目是由家庭會城市生活廣場 獨家冠名播出 在這裡也要感謝視頻網站的合作夥伴 風行網 優酷土豆 愛奇異PPTV 騰訊 看看新聞網 搜狐視頻和迅雷看看 以及我們的首席微博合作夥伴 新浪微博 獨家社區主持 天涯社區 獨家IPTV及互聯網電視 百事通 獨家新媒體支持 天一視訊 户外媒體合作夥伴 玉京相傳媒 以及首席平面合作 新闻城堡 魔法好笑 讓我們一起見證奇蹟